6-1-4 小小画家 那开启第6课翻译档第6课吸血06里面的那个 好 F0 Converse的Draw 把它开起来 那请同学看前面的说明对不对 那在布局这边呢放两个按钮 一个Red Blue就是红色跟蓝色 我们放大大的 好 那大大比较清楚 那这画布中间这块是提供画图的功能 画布是从这个绘图这里拉过来的 那在一个水平布局安排一个按钮叫做清除 对不对 那还一个按钮叫做结束程式 那这个基本的配置在这里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属性设定呢 请同学看书本上的6-5的说明 来我们切换到城市设计这里来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好当Red的那个按钮被点选以后呢 我们就宣告画布的画笔颜色是红色 好在画布这边呢就可以选了这个 设定画布颜色 那颜色从哪里来这里给红色 那这一段就是这样来的 那Red是一个按钮 对不对 那一样道理哦 做完第一个就是按右键复制文字方块 好我们结果两个Red 有没有 那从这里再改成什么 Blue的 那点颜色再改成这个 所以这一段就可以这样做出来 好这个再把它删掉 那当我们呢点选清除了按钮 又要把画布清除 那这个命令也是画布原件所提供的 我们看点选画布的地方 就有呼叫清除画布 那接下来 当按结束按钮的时候 退出程序就是离开哦 结束按钮退出程序在哪里呢 呃流程控制这里 在流程控制这里提供 就是关闭APP的意思 好那这四个基本按钮说过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我们要来做什么呢 看右边这一段 当画布被碰触的时候呢 要去画图 好在画布地方就有什么 画布片 就是手在这里 你的手呢 sorry 这里 当你的画布被碰触的时候 对不对 呼叫画布来画圆 画圆形 然后呢 你的位置中心点 就是直接抓你的位置 你碰到手机的哪一个点 他就抓哪一个点 好那 呃半径 设定半径呢 半径同学可以自己觉得 如果要大一点小一点 就来改这个 数值的大小就好了 那填满预设时处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填满 如果force呢 就是空心的 所以这个画布片填满 就开始画图了 来 我们先test一下吧 那我们用AI campaign 连线过来 对不对 那启动程式的时候呢 手指头 我现在点哪里呢 就开始画图了 好 我现在点一下 红色按钮点一下 再压下去 那点下去呢 点 点 点下去就是一个半径 四的红色的圆 那我现在再按一下蓝色的按钮 对不对 那点一下 好 那我现在点清除 就可以把画面做清除的动作 那我们再回到程式来看一下 所以这个呢 当手机碰触荧幕的时候就可以画图 你点哪里 就在xy 就直接抓它坐标 半径是4 那把它改成20好了 我们再看一下哦 那这次我再点一下 同学看 有没有看到好大一个点 因为半径被我改成20了 所以又点一下红色再点 就出现一个 所以呢同学看到这个 这个就是在手机随便点一下大小在这里改 好那我再把它改成4好了 那这段我们就讲完了 我们再看下面这个 那这段呢是被拖动 你可以拖曳哦 拖曳的时候呢 就像我们在画图 那我再拖曳给大家看一下 好先按一下清除 把画面清除 我直接上面直接拖曳 它就开始一直画一直画 你们红色一直 我现在一直绕圈 手指在绕圈 那这个呢 就是使用画布 当它被什么 我们选这个 被画动的时候 把这个拉过来 这个是画动哦 那还有呢 这边被拖动 这个 好我们拉被拖动 所以看到是这个删掉 那被拖动的时候呢 这边预设会抓起点 对吧 设 从这里 移到这里来 设 起点 再移到这里来 等于它的这个抓它x 设定 就开始画图的意思 那你点哪里 就是抓它原来纸 那这起点还有呢 前面的点 还有目前的点 透过这个把它抓出来 那什么意思 我们看呢 我们刚刚不是在拖吗 这个是一开始的点 当你拉到这里的时候呢 前面的点 就是这两个坐标 往这边抓 那目前的xy坐标等等 那再看一下这个 那我们来换这个哦 这个是拖曳 任何的那个 spread 从这里拉过来 移过来 这边来 所以我使用手在上面画 就可以更能用 那画布 画圆 还是这个 所以这形状是圆形 所以它会偵测 你的点去做运算 所以我在这边 手指头 一直画一直画 就根据这个坐标来 xy起点 跟前面的点 所以起点 假设起点在这里 前面这个点在这里 有没有 那目前的位置在抓到 那目前的位置在抓spread 那目前的xy坐标 这个y坐标 这个应该改一下 y坐标 就目前的坐标 y坐标 把结果丢过来 好 xxyy xxy 这个 那在spread 那这个画布 这前面我们说过了 所以透过这种方式 就是可以把 这个把它做出来 那这是被碰触的时候 被拖动的时候 就可以来完成这个 来画图一个程序 那我们这个呢 好 我们再回到手机 再来看一下 对不对 手机我再点一下清除 所以呢 点一下红色 轻轻点一下 就出现一个 红色小点 我再点一下蓝色 对不对 那开始画图了 现在是蓝色的 来 再点红色 画 你就可以画你自己想要画出的图 好 最后点选这个 就可以离开程式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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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